广西大学的一个院长的摄像头对住那个信箱 我们思考一下 如果那个院长信箱对住摄像头 它这是鼓励大家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 如果是实名举报 你为什么还要放信箱 你开门让大家把信送过来不就行了吗 然后再思考 如果摄像头对住信箱 这是让大家实名举报 还是让大家不想举报 还是大家威胁你 如果你敢举报 我会给你秋后算账 还是让大家明白了你明白 你不要举报 所以很多事你把它看明白 然后再问大家一句话 这个信箱对住摄像头 是院长支持下属干的 还是下属讨好院长干的 这是院长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 我再问你一句话 作为院长 你是喜欢被监督 还是不被监督 对外说的是喜欢被监督 还是不喜欢被监督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既然说是喜欢被监督 那为什么还要装摄像头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还是坐标的离牌法 我们再思考 还有多少被兜露出来 这是被兜露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你 这是看得见的摄像头 很多隐形的摄像头 怎么看 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有权力可不可以任性 有了权力之后 让谁任性 权力该怎么用 如果权力没有制约 意味着什么 那是老百姓的幸福 还是老百姓的灾难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思考 但事实上权力有监督吗 该怎么监督 为什么不能监督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知道 一定要把它看明白 看透了 把本质看透了 这种权力任性 带来的狂妄 狂妄 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我们自己 把它给想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